主料,熟五花肉,150克,杏鲍菇80克,辅量,油,盐,青椒,生姜片,蒜片,料酒15毫升,盐2克,白砂糖5克,辣椒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青椒和杏鲍菇洗净,准备熟五花肉,把所以食材切成条,准备蒜片和生姜片,锅内倒入底油, 温油下午花肉煸炒油,再把杏鲍菇加入煸炒出香味,加入生姜片和蒜片爆香,再倒入青椒煸炒出香味,加料酒,加盐煸炒均匀,加入辣椒酱煸炒,再加入白糖煸炒均匀后出锅,上桌,烹饪技巧,一整个烹饪过程,不同的食材要一次加入 二,有辣椒酱和白糖提味够累了,我没加急紧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